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怎么样才算是真正的完全转向神呢 在看第四节以后他有解释 第一个不要效法列祖的犯罪 那再来就是不要刚硬 心理刚硬 他们列祖犯罪 所以现在转向神就是要先离开恶道 但是以色列百姓的先祖 他们不听也不顺从 好了他们就刚硬到底 那刚硬到底以后呢 产生的结果是什么 第五节 你们的列祖在哪里呢 就是那些列祖犯罪啊 他们都已经死了 所以已经过去了 他们被掠到外邦 已经很多都死掉了 犯罪的人都死了 犯罪的人不能够永远活在这个世界 他们也受了该受的刑罪了 那他们那个时代有很多的先知 都对他们来传警告 那那些先知也不在了 所以呢 先知不在了 犯罪的人也不在了 犯罪的人受刑罪 那先知尽了自己的本分 他们已经忠心地完成 他们工作 虽然一样都已经不在 我们再看第六节 可是神说他的言语和律例 是永远都存在的 但是所有信息和信息是永远 所以这些先知尽呢 他们也认识了 神对我们说的呢 照这样行啦 我们被刑罚啦 那开始要看意象以前呢 先用这段历史的教训 来提醒他们 那这样我们在解释这八个意象的时候 就有一个方向可以遵循 那第七节开始来看 第一个意象 他把时间写得很清楚 大利无王第二年十一月 也就是他们恢复 重建圣殿五个月以后 这就是他们恢复 五个月以后 可能我们会说 那神要讲的话 就直接用讲的最好 为什么还要用意象来传达呢 因为当人看意象的时候 这是神显出他特别的作为 所以这个意象就等于是 神跟人中间的一个桥梁 那藉着这个非常奇特的 一个属灵的境界的这个景象 给人有一种敬畏的心 然后他们会给人有敬畏的心 但是眼睛可以看得到 耳朵可以听得到 并且会传达一个信息 进到人的心 那种造就性会比较强 在人的心中会造成 很大的这种感动 而且会留下印象非常深刻 所以神就用意象来传达这个信息 那有趣的事情是说 他在同一晚看八个意象 他看到第八个意象以后 然后他开始到天亮的时间 就已经要亮了 那晚上看八个意象到隔天的早上 太阳出来 太阳出来就是先知他要开始行动 要开始工作的时候 那这个也是告诉我们说 今天我们也可以透过这八个意象 让我们来思考 我们怎么样来建这个圣殿 今天我们怎么样来参与教会的建设工作 这是第二年的十一月 而且是二十四日 年月日都写得很清楚 在这里说 日二十四 bulan ke-11 tahun ke-2 在这里 明显然是日 年月 和年月 表示说 这个意象虽然是一个 属灵的境界 但它是真实存在的 那这意思是什么 artinya meskipun perlihatan itu seperti 在历史当中 有一个年月日 很确定的时间 我们更应该要用信心去接受 我们要有敬畏的心来看待 那底下再看 说神的话 临到 萨迦利亚先知 其实这个所说的话 就是一个意象给他看 第八节 他看到什么呢 他是在夜间观看 我们可能会想到 另外一个 意梦 神常常借着意象跟意梦 对人有一个 启发跟教训 那意象通常 大部分是在 日间 白天的时候看到的 意象是在白天 他不是在睡觉 所以 人们 在睡觉 如果是意梦的话 就是人在睡觉的时候 但是 如果 并非 人们 在睡觉 他是被动 接受 他并不是 清醒 所以 他 被拘捕 去取 那如果是 看意象 他看到了 他可以思考 因为他是清醒 所以他会去思考 思想 然后会 对话 所以你看 那个 萨迦利亚先知 就跟那个 天使在对话 讲话 那在梦中 在这个 意象里面的天使 就跟 这个 萨迦利亚先知 在那边 说话 对话 这是出于神的作为 但是现在 很特别 就是萨迦利亚先知 他是在 夜间 看到意象 但是他是保持 清醒的 但是他 他会有疑问 他会问 他会思考 他会思考 要查明清楚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然后他 要能读解 这意象 这个天使 就会跟他解释 所以今天 我们来读 这些经文 就好像 我们也亲自 在经历 萨迦利亚先知 所经历的 我们要把自己 当成萨迦利亚先知 在看意象 我们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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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持续 我们必须 进入 属灵的境界 但是一方面 我们理性 是清醒的 但是 但是 在 相比 我们要 查考 清楚 这个意象 对我们 是什么样的教训 然后我们 我们 能够 受一些 属灵的教导 那第一个意义是到第十一节 那么他看到什么呢 他描述说有一个人骑着红马 他站在瓦地翻十六树中间 翻十六树在以色列地是非常平常的一种植物 那这个挖地就是比较低 地理位置比较低的地方 就可以聚集很多的水分 那这个翻十六树就会非常充满 所以有一个特别的一个使者 骑着红马 这个是一个好像一个指挥官 那么在这个指挥官的后面 又有骑着红马的 还有黄马的和白马的 所以总共出现了四匹 那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所以萨迦利亚先生就对那个 跟他说话的天使问他 所以Nabi Jakaria bertanya kepada malaikat yang berbicara 在八个印象里面 有一个特别的 都有一个特别的一个使者 在那边好像解说 解释解说员一样 好像说我们去明镜 看那个博物馆的 那旁边有一个解释员 来引导我们 解释给我们清楚 他看到在这个比较低的地方 十六树上中 有一个人骑着红马 那其他的还有另外红马 黄马,白马 那到底什么意思 这个天使就说了 第十节 那站在三十六树中间的人就说 所以人们在这里 这是有一个地方 这些从以后发针在一片地走来走去的 也就是说 红马,黄马,白马 它是被针 到一片地去观察 去寻找 去尊找 尊找 到处去看一看 他们看了以后呢要回来对着那个在番茄里有树中 起红色的那个人来报告消息 所以是一节啊那些起马的就是 就是红马 黄马 白马的就回来了 就对站在番茄里有树中间那个神的死者就这样报告 说我们这三匹马呢在遍地走来走去啊 要做侦察巡逻工作啊 要收集情报啊 要把全地的这个情况都掌握清楚啊 那他们回来的时候就做报告 然后每个地方都走过了 现在这个情况是怎么样呢 全地都安息平静 这个马出现就是为了侦察就是为了打仗预备的 比如说将军他采派这个巡逻兵出去看一看 敌人现在动静怎么样我们准备要去打仗 但是他们回来报告说 通通没有动静 都平静安稳 表示没有战争 那这个就是跟当时候的这个国际的情况是符合的啦 因为现在这个大力武王啊 波斯帝国的皇帝啊 大力武王啊 他刚上位不久啊 有那个敌对的势力 但是他现在呢 到了他第二年的时间呢 已经把这些敌对的这个军队呢 都把他压制 都平息了 所以现在和平了 所以Raja Darius 当他开始上升 他有很多抗 但是在第二年 那这样全地都平静 没有战争 所以这个是建造圣殿最好的时刻 如果这个帝国动荡不安啊 有很多的战争 那以色列百姓他们要重建圣殿呢 就会受到很大的困难 所以现在呢 西线无战事 帝国平静 正是我们好好的 赶快来重建圣殿的时刻 那为什么要看这个意象 因为在哈gai书第一章 百姓哦 在讲说 现在不是重建圣殿的时候 因为在哈gai书第一章 那现在赶快来重建圣殿的时刻 那现在赶快来重建圣殿的时刻 我们来看哈gai书第一章 在撒加利亚书的前面 哈gai书一章 我们来看第二节 这是神透过哈gai先知对百姓的责备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 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 这是他们的借口 他们被敌人给阻挡以后 遇到困难 就懒惰 不做了 ketika mereka mendapat kesulitan dari musuh-musuhnya mereka beralasan jadi bermalas bermalas-malas 那现在赶快来先知 给他看了第一个意象说 没有啊 哪里神的时候还没有到呢 就是现在你们不要再偷懒 di penglihatan pertama Nabi Jakaria itu disampaikan tidak ada alasan ini adalah waktu yang tepat ini sekarang sedang dalam keadaan damai 我们来想一想 kita renungkan 他们在十六年前 从这个帝国 从波斯帝国回来 mereka kembali setelah dari pembuangan dari negeri Persia 神感动当时候的波斯王古列 让百姓说 你们要回去重建圣殿了 现在神感动你们 你们赶快来报名 就让你们回 以色列地区 重建圣殿 十六年前 是这样的 jadi Tuhan menggerakkan Raja Persia ketika itu dan memberikan kebebasan kepada bangsa Israel ketika itu untuk kembali ke tanah airnya untuk membangun kembali mereka punya tanah air dan sehingga ada yang mendaftar ketika itu 那个历史是记载 以色列地区 第一章 所以你们回去以后 也看 以色列地区 第一章 第一章 看到第四章 他们被 波斯帝国统治 百姓都在 很多在 外邦地 但是神感动 这个波斯王 他就对 帝国里面的 这些犹太人 说 神要让你们 回去重建圣殿 你们要回去的 来报名 我就让你们回去 而且这个皇帝 还为他们 准备很多的 金银财宝 很多的 建造圣殿的材料 还用军队 保护他们 让他们能够 回到 状太地 bahkan raja ini memberikan mereka bekal berupa emas perak untuk bekal membangun baik bahkan sampai mengawal memberikan tentara untuk mengawal perjalan mereka sampai ke tanah mereka 他们回到 以色列地 马上就 阻坛 献祭 隔年 就把 根基 立好了 你看 这一切 都很 顺利 dan ketika mereka begitu tiba di 以色列 mereka segera melakukan pekerjaan pembangunan dengan memulai dengan fondasi jadi lihat ini semuanya lancar 所以 如果 要讲 时候 这个问题 早在 十多年前 神 的时候 已经 到了 你们都已经 进行了 你们为什么 还在 吻说神 的时候 没有到 你不是 自欺 人吗 jadi kalau mau ngomong waktu faktanya 十 tahun yang lalu waktu Tuhan itu tiba itu buktinya mereka sudah dilancarkan semuanya kenapa sekarang bilang waktu Tuhan belum tiba jadi peningatan pertama ini menegur umat israel ketika itu jangan sembarangan berbicara 但是 神 的时候 还没有 到 这个 是 非常 属灵的 借口 tapi alasan waktu Tuhan belum tiba ini alasan yang sangat rohani 这个 非常 属灵的 借口 底下 他们 度过 15 年 生命 当中 浪费 15 年 jadi dengan alasan yang sangat rohani ini mereka telah menyayangkan waktu 15 tahun 有 很多 信徒 说 等到 我退休 的时候 我才 发热心 在 教会 我们在座的 退休的 几手 已经退休了 几手 你们以前不是这样想吗 年轻时候传道给你问说 访问你说你怎么不来参加 不来参加聚会啊 你怎么不热心 来为教会做工 等我退休 那你现在退休了 你有没有很认真做工啊 有没有 你不要被我指导 你们这些退休的 有没有比以前更认真做成功 有没有 还是退休以后 就整天要 游山玩水啊 游山玩水啊 有没有 到处去走一走 jalan jalan 去 shopping 有没有 atau sesudah pensiun itu lebih banyak jalan jalan 借口啊 有一个年轻人 传道跟他勉励 你要来参加聚会 你要来做圣工 他说传道 你不要紧张 我四十岁 我就会回到教会 我四十岁以后 我会在教会发热心 我自己的生涯规划 已经规划好了 我四十岁才发热心 我四十岁以后 我四十岁以后 我会在教会做圣工 我四十岁以后 我会回到教会做圣工 那传道跟他讲说 你现在就可以参加聚会 就可以做圣工啊 为什么要等到四十岁呢 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 从此就消失了 从此就消失掉了 没有来教会了 他说四十岁才要回来 结果呢 三十九岁就办伤理了 三十九岁办伤理啊 他先等到的不是他四十岁 是先等到他自己的伤理啊 我们不是在咒诅他 不是说很高兴 你看三十九岁死了 活该 我们不是这样的讲 要敬拜神 要做圣工 要把握机会啊 你以为可以活到四十岁 三十九岁就办伤理了 你不能够掌握生命了 一个人如果把自己的生涯规划 没有把圣工 没有把神规划在里面 他走自己的路 他走自己的路会怎么样呢 那神可以不保护他吧 如果传到跟他免力的时候 他就发热心 他也能够做圣工 那虽然是三十九岁就走啦 没有关系啊 他还是做圣工啊 要做圣工啊 所以建造圣殿啊 现在是最好的时刻 你要把握现在 我们要爱主 我们要做圣工 不要等到退休 退休就没有力气了 退休就想要游山玩水 所以退休想要买品 吃饭吃饭 现在是退休啊 命还没有修啊 所以趁着命还没有修以前 赶快做圣工啊 我们继续看十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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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使者就说啦 祷告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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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君之书法 你老恨 耶路撒冷汗 犹大的成义 七十年呢 你不失怜悯 要到几时呢 现在讲十后问题哦 那神就回答 所以前面十一节在讲 现在正是最好的时刻嘛 那十二节神就回答了 十三节神就用美善的话来安慰 那跟我说话的天使就对我说 要宣告说 神这么说 第一个 神说我为耶路撒冷 为西安 心里极其火热 一方面神要百姓知道说 现在是最好的时刻 一方面神也说 我已经为耶路撒冷 心里极其火热 所以这个工作 我一定会让他成就 神一直都为百姓在心里 非常的火热 要做工 反倒是百姓一直找借口 要偷懒 所以神说 我就是一直要做工 然后神说 我就是一直要做工 再看十五节 那现在神反而对 那个帝国 列国来恼怒 现在神已经不再对百姓恼怒了 反而是对那些 灭掉 以色列百姓 这些国家 这些帝国 神对他们开始 怒 因为以前神 藉着这些帝国 来管教 以色列百姓 神只需要让他们 来管教 但是那些帝国 竟然加害过分 因为他们贪囊 所以对色列百姓 就下手过分 因为他们 而且神说我的店必重建在其中 这看起来就是神要亲自做工 邀请百姓一起来做工 那神一定会完成这个工作 底下说准神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 其实那个工作要完成 那个绳子来测量 看看这个垂直的跟水平的 有没有符合标准 所以这个工作要完成 第十七节 然后神要先再宣告 既然神为这个耶路撒冷发热心 而且要重建圣殿 祂亲自要做工 所以会像十七节所说的 会再丰盛发达 因为耶路撒冷被毁坏以后 这个百姓都被捕到外邦了 所以剩下没有多少人 那现在让他们再回来 这个耶路撒冷会再发达起来 那这个时候是神的工作 所以我们现在想一想 我们在教会里面做圣工 不是说我不做工 神就不能做工 不然的话 如果我没有工作 神可以兴起很多人来做工 神不是缺少力量 既然祂亲自要来建设 正教会 这个工作一定会完成 但是如果我们不做工 我们就在这个事情上面 我们无分 无分于这个事情 所以神给我们来做工的机会 这是给我们恩典 所以Tuhan memberikan kita kesempatan untuk bekerja 就是要 memberikan我们安装 有些弟兄姐妹 他们会软弱 他们会比较又计较 为什么没事就安排我 不安排别人 为什么每次都要叫我 不叫别人 为什么我们做很多 成功就变成是吃贵一样 其实这种观念是错的 正教会一定要建设完成 神给我们机会 祂邀请我们一起来做 所以我们要感谢 我们要珍惜 它把它当成是恩典 不要把它当成是吃亏 因为这是神的工作 祂亲自要做工 那我们今天就先看 第一个意象 回去以后 我们就从第一章 就自己看 读到第二章 那这样我们来讲解 你就会更加清楚 然后就会更加清楚 求主耶稣帮助我们大家 所以回去不要一直 跑手机 读圣经 读圣经 如果你晚上睡不着觉 起来读 如果晚上 tidak bisa tidur bangun 读 多读一下 就会有印象 再来听就更清楚 如果 banyak membaca 所以 besok datang bisa lebih mengerti 那底下的时间 我们要唱诗 要祷告 selanjutnya kita akan menyanyikan pujian dan berdoa 这么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谢谢大家